在这辆独特的冬奥专列上 我们设计了六个超高清机位 让金章高铁沿线的景色 有了独特的呈现视角 为了给全球的观众 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冬奥会 我们让超高清视频 5G高速传输与中国高铁 碰撞出科技创新的火花 而在这六个机位的背后 还有第七个隐藏的机位 那就是我的眼睛 大家好 我是齐义 我是总台5G媒体应用实验室负责人 我现在正在北京北 开往重理的奥运专列上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六个超高清机位中 设置在车头 车尾 驾驶舱的景观机位拍摄的画面 通过这个摄像机可以把我们金章高铁 从北京一直到重理 沿线标志性的景观 同时是在350公里的时速下都拍摄下来 包括我们的八大岭隧道 包括我们的观庭水库 都可以通过这个4K超高清的镜头 呈现给直播当中观看直播的观众 第一次来咱们的复兴号上面的时候 我还说呢 说怎么这个复兴号才八截车厢啊 说这很短啊 这个车厢 但实际上从春天到冬天 从2021跨至了2022年 当我们在第一车厢和第八车厢 去安装景观机位 每天往返一个两侧去调试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事的微信的部数 每天都在两万部以上 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用自己的脚步 去丈量了这辆冬老列车的实际的长度 反映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短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景观机位之外 我们在车厢内还设计了一个游击的机位 就是现在正在拍摄我这个机位 通过游击呢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厢内的无线传输系统 来把超过星信号回传到总台的观众面前 这个游击呢 我们可以实时地拍摄到乘坐这辆车的运动员 让他们在这个车厢上第一时间讲述自己在赛前赛后 所遇到的一些故事 在复兴号冬奥的智能化专列上面 5G网络速率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我们就来测一测 可以看到绿色指示针代表它的下载速率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数值定格在了400吨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要下载一部一个多G的高清的视频 只需要20多秒钟 5G和超高清画面的搭配不仅如此 我们在东奥列车的第八节车厢上面 打造了全球首个超高清移动演播室 刚刚说的这六个超高清的机位 还剩三个没有说 这三个机位啊 就在我们的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当中 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一位神秘的嘉宾下面就去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看 你好啊 小达老师 徐老师您好 欢迎徐老师来到我们开讲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个高速移动的这个高铁上面 打造一个演播室 为什么呢 我们是把整个咱们中国的5G技术 以及我们的中国的高铁技术 还有咱们总台的超高清视频编辑码技术 通过这次冬奥会融合到一起 这个结晶您现在所做的这个 京章高铁的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 咱们的主持人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和冬奥的嘉宾 他们都在这个飞驰的列车当中 一边看着风景 一边在350公里的时速下面 去接受咱们总台的演播室当中的采访 其实这种 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知道5G的信号速度很快 咱们350公里时速的高铁速度同样快 这在你目前的这个测试当中 能够完美地呈现出这种转播的效果吗 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次 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 必须要克服到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如何在京章高铁 这个350公里时速下 又可以把咱们总台的超高清视频 通过5G的网络 顺利安全地传回到总台 去进行来播出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重点克服的一些困难 当然了我们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 包括我们跟御营商 跟咱们的国铁集团 在这个各个工种进行合作 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太了不起了 350公里的时速 能够呈现给我们的这种飞驰当中的报道 一定会是吸引人们眼球的 没错 我要正式来一段播报了 接下来的播报我一个人完成吧 好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为您带来的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奖了 而且这也是开奖了首次 在以350公里时速奔驰的高铁上 为您带来移动演播式的开奖 那么此时此刻坐在这里 主持开奖也是别有一番感受 这种带着高速移动的快感的开奖 确实让你能感到创新的力量 为我们带来的中国速度